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兴那么早 他们呀 有以下几种比较尴尬的这种事情 马上就要来临 躲是躲不掉的 到底是说的什么样的尴尬事情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下 第一种呢 就是说 弄错这个奶奶和妈妈的称呼 有很多的人呀 40岁还在拼二胎 你40岁的时候已经当成了奶奶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被人误以为 你抱的孩子呀 是你的这个 就是说二胎的孩子 所以说呀 有很多的奶奶呀 也是非常的尴尬的 弄不清 这一个就是具体是你的孙子 还是你的儿子 或者是这个 就是说女儿 其实呀 很多的这种年轻的奶奶呀 都处在了这种尴尬的这个称呼当中 因为拼二胎的人也特别的多 有时候可能也弄不清楚 是自己的孩子了 还是自己的孙子 所以说呀 40岁到奶奶呀 这一个称呼的尴尬 也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个呢 就是工作和带娃 两难全 为什么说呢 有的40岁的人呀 可能还在就是进行着工作 有的人呀 确实就是说 还要面临着为孩子这个带娃的这种现象 所以说呢 想出去工作 就没有办法给孩子就是带娃 如果是想带娃的情况下 就没办法工作 所以说呀 没有收入 这个也是非常尴尬 对于这个看孩子来说呀 给工作 两者必须选择一种 所以说呀 这种处境呀 也是非常的尴尬的 第三种呢 就是说 上有父母要操心 下有孩子要照顾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时候呀 他的父母也不是很大 40多岁呀 父母也就是60多 或者是70岁 这个时候呢 父母已经老了 也需要咱们来照顾这个父母 而且呢 下面还有这个孩子要照顾 其实呀 这两种压力呀 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40岁就当奶奶的人呀 他是处在这个 就是加薪成的这种压力 所以说呀 他的压力是非常大 而且呢 是多项性的 我这样一说 大家是不是能够明白的很清楚了 这个40岁的人呀 当上奶奶 就是说 不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 他们呀 是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所以说呢 也不要太羡慕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